这个人体床 就好处是你可以躺在上面 就是你需要把整个身体就进行 我们拿那个中药做好 拿那种电锅 整个散发身上 就你看全部都可以卸掉 就你可以达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这个对于女性就是什么内吃啊 潮吃啊 生完孩子之后啊 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佛慈唐明中医中心 在2020年的11月9号 正式在五楼开业 曼谷佛慈唐明中医中心 于2020年11月9日正式开业 力求以传统中医造福泰国民众 佛慈唐明中医中心 位于格森拉普查春医院的五楼 总面积1600多平米 是及临床诊疗 一样康复 培训实习 课题研究的一家综合型中医中心 全是泰国人啊 但是他们都是中医师 没有在泰国读 他们就直接到中国读完回来的 中心特邀 泰国本地临床经验 非常丰富的中医专家长期坐诊 其中白雄医生的中医临床经验 已经超过了30年 中心内特效专科门诊包括 高血脂症 颈椎病 腰间盘突出症 中风 中医美容 减肥 中药外肤疗法等中医特效治疗专科 中心内的所有设施设备 中药材 中药克力制剂 乃至软妆 展板 全部来自中国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掌门人虎颜 一腔热血 推动家乡 甘肃药材 走向全世界 早在2018年在虎颜的努力下 齐皇泰国中医药中心在曼谷画牌 随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急诊专业委员会 东南亚学术与临床交流基地 也在曼谷落地 佛斯堂明为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医药文化 以中医理论为基础 针灸爱灸为特色 突出传统中医 结合现代医学发展 其中中心内配备的泰国 唯一一套现代化智能药房 也受到了泰国电视台的报道 包括唐密公司投资研发的 中英泰三宇全自动调配设备 不用兼煮的现代化科学中药 以及65种拿到卫生部认证的 股方药特效药品等 向泰国人展示的真的是国际化 标准化 现代化 泰国人他不了解中医发展这么快 你知道吗 在他们眼里中医好像就是以前 拿个药罐来走一组 具有高度私密性的VIP男人间 在这里接受诊疗 丝毫不用考虑安全的问题 就连病房都是中国式的智能化设计 你看这个便盆开了 对 全电动的 对它电动之后 然后它那个便盆就自然就会上来 很多病人他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当时考虑到中西 其实走的就是跟中国一样的道路 因为中西结合 其实对人体康复速度是最快的 而中医的优势呢 就是一个是预防 一个是康复 康复那如果是急症快症 那真的是要靠西医医 但如果就是说你手术之后 康复 奶奶就要来这里 像有些边探偏探的病人 他需要做理疗 需要做针灸 需要做爱 就会恢复身体 就这样子要特别好 1929年爱国宗教人士 玉慧官嘛 他说五国科学之落后 中药遭天眼之淘汰 就是第一个来自于谁 就来自于玉慧官 也就是因为玉慧官采用了 就是中药锡制 泰国有泰药 中国有中药 其实泰药和中药 它们有198个品种是相同的 同样的名字 同样的产品 但由于地域不同 药效就不同 中药的颗粒化 对我们中药走出国门 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同时中心提供中医美容 和减肥项目 主要通过针灸 加持其他中医常用的 辅助治疗手段 来实现预期的效果 我们爱美的女性有福了 虎颜博士介绍到 中医药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 生命礼物 传承推广中医药文化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 她会继续努力传播中医药文化 让中医药真正走向海外 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通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提升中医药学文化国际影响力 弘扬中华国粹 中国的中医 世界的中医 践行大一精尘 中医一定可以走向世界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优优优独播剧场 bounce 走那 优优独播剧场中